刚才听您说 您说这个行业 可以直接从平民 做到很高的一个层次 可是您刚才又说 要想成为这个行业 比较能干的人的话 就要各个方面 都要精通 要成为各个行业的首手 对于会计 或者是证券 或者是保险 都要有所涉猎 那是不是就是说 在入行之前 应该就是各个行业 都要做一下呢 不用做一下 你最起码把书签看一看 书得签看一看吧 比如说会计 或者是数学方面的 法律方面的 还有经济方面的 它是这样 你不可能一下 做到高端嘛 你得从一点点做起 这个过程中 你在做的过程 实务中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先要看一看书 然后呢 再实际干一干最好 如果能干一干最好 就是不能一点都不懂 对 要懂一点诗诗 但是不能完全是理论性的 对 因为你这样 如果你要服务的是 高端客户的话 他一定在某一方面 他已经是很优秀 才能做到那种卓越的状态 他一定不是平凡的泛泛之辈 你跟他讲的话 你不是 当然那也就不能 靠一个足球来说 大家拉进关系了 你得拿出点真东西来 而你分析的东西 必须得让他感兴趣 这很关键 但是肯定有一个过程 先听咱们刚才说了 咱从基础做起的话 实际上银行是不错的选择 银行还是不错选择 还是得从银行做起 我感觉 最好的还是从银行做起 比如说从银行的什么职位 就先从实际做起 你最起码 先各种里的产品 先熟悉一下 然后先做到银行那里才施 然后如果有机会 的话再做到其他方面 因为你得签点了解 你都掌握哪一 它都有些什么金融工具 有些什么产品 这些产品都怎么应允人生的 它优点在哪 缺点在哪 跟卖保险也有相同的地方 你必须得先了解它 你才能出去销售它也好 推销它也好 这个是美国社